一觉醒来 多地官宣下雪了 根据长江日报的报道 12月10号夜间到11号 北京 天津 山东 河南等多地下雪了 最新的气象信息显示 山西南部 河南北部 辽宁东南部等地还会有暴雪 为了应对雨雪降温天气 各地采取多种措施 北京地铁延长高峰运力投放时间 黑龙江保障供暖供水安全稳定 山西部分高速实施交通管控措施 山东济南倡议 实行错峰上下班 河南多地 初中小学和幼儿园停课半天 部分旅客列车停运 网友们纷纷晒出了雪景图直呼 朋友圈看了一天的雪 这下终于陆续的到货了 河南的雪这次下得很认真 山西的也挺厚 也有网友调侃说 安徽 你就下点雪吧 我们也想看看雪呀 广东人实名羡慕出雪呀 00后在感叹暴雪的浪漫 8090后在等学校的停课通知 市区上班族在为天亮怎么上班发愁 还有很多地方一夜没睡在清理积雪 咱们就说 在感受雪景的同时 也要时刻注意出行的安全 话说 你的城市已经出雪了吗 荣卷是烟胶